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在經濟學上 某種商品它的需求量 是價格的函數 那通常的話 當這個價格增加的時候 價格增加的話 需求量就會減少 太貴了就沒有人買 這個的話是隨著什麼 這個可以寫成這樣子 Log121 減掉Log2P 那這個是11的函數 A是等於11的平方 這個是11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等於2Log2 11 減掉Log2P 當你價格增加的時候 需求量就會減少 所以這是一個減函數 好 那現在他說 商品的供給量 是S 當你價格增加的話 商品的供給量就會變多 因為你價錢好的話 人家那個廠商就會拼命製造 拼命製造的話 那你價格好的話 量就會多 然後呢 這個 當這個需求量 跟什麼呢 跟供給量的話 交會在一起的時候 這兩條曲線相交的時候 我們稱為平衡價格 這個時候的價格 這是P0 我們稱為平衡價格 好 那現在的話 他要你什麼呢 求這個平衡價格 這個區線 是等於這個 這個是 那個 供給區線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那個 消費區線 消費區線 那他要你求平衡價格 就求他的焦點 好 那求這個焦點的話 就很容易啊 你就令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供給量 跟什麼呢 跟這個 消費量 一樣的時候 這是供給函數嘛 供給函數呢 供給函數的函數值 跟消費函數的函數值 一樣的時候 那得出來的那個價格 就是平衡價格 你就令什麼呢 LOG P 等於什麼呢 等於呢 dP 等於 2LOG 11 減掉LOG P 好 那移過去啊 移過去以後 就兩倍的LOGP 等於兩倍的LOG 11嘛 這樣子 那2消掉啊 那兩邊取指數的話 所以我就得到呢 這個P0 這等於11啊 那它單位是百元啦 就11百元嘛 那就得到 等於是1100元 也就是說 這個商品 它的那個價格 是1100元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的供應量 它跟什麼呢 跟那個消費量的話呢 就會呢 達到平衡 這個時候的價格呢 是平衡價格 所以答案的話 是等於1100元 它的這個平衡價格是 1100元 這個商品就是 藍牙耳機啦 藍牙耳機它的平衡價格 就是1100元 所以這個價格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價格是最好的 你 你什麼呢 你這個價格賣的時候 那你 生產的時候 生產跟消費 就會達到什麼呢 達到平衡 這個時候的 利率是最好的 對於什麼呢 對於買家 跟賣家呢 都是最好的 所以答案是1100元 1100元呢 是一個平衡價格